大家好,歡迎收看三分鐘市評 我是李國慶 A股開門紅,港股廖企韻 在未講今天的題目之前 請大家看看恒新指數表現 全日恒指微跌74點 收報24,119點 成交由於A股復市 所以活躍了 成交有1125億 今天市場的焦點一定是落在A股 因為它放了黃金週假期有8天之後 今天終於復市了 市場預期A股會做得好 其實不單止A股本身做得好 今天人民幣匯價都是升到6.7 等下再跟大家說一下A股的情況 未講A股,我們先看看恒指的變現 大家看看恒新指數這幅走勢圖 今天曾經彈過上去243 最高建議24343 其實是開市的時候 有一點點回落 是有一點點回落 但又不是真的轉弱 因為大家看到 在24,000的心理關口都有支持 昨天說到市場傾向會有機會向上 最主要是因為A股回來 美股又做得不錯 現在美股昨晚升 A股今天又升 港股本身是弱一點 不過雖然是弱一點 其實昨天港股也是下跌的 那股升其實就不關它升跌的問題 就是覺得之後的走勢會怎樣 現在在這裡上到來之後 無疑241、242這些區域 即是前浪底 8月7日低位24167這些區域 是有較大的阻力 你看得到的 但是由於外圍和內地的走勢 都是偏好一點 所以個人傾向暫時 都還是覺得向上的機會 會是稍微大一點 就是保持沉默的看法 好 講回今天A股的走勢 A股先看上證指數 一開就裂口上升 價錢就夜日陰燭 今天裂口上升 收回升1.7% 其實現在都沒有追回恆子的升幅 恆子在內地假期的時候 升了3.5% 所以今天大概升了一半左右 就是追到一半左右 還有空間是可以上升的 不過市場焦點其實都不在這些上證 或者護心300這些大藍醜身上 而是在深圳成份股再之下 其實比如深圳創業板指數 或者科創板那裏 譬如現在深圳已經做了改革了 以前每天的上限升幅是10% 現在已經可以去到20% 所以近來深圳或者深圳創業板一升 很多股份是去天花板的時候 是升20%升停的 刺激到其實深圳和深圳創業板指數 走勢是強於上證指數 以這個深圳創業板指數為例 今天升3.8% 很明顯 裂口上升也都比較大棍 也都可以看到 如果你當它是一個小箱底也好 或者橫行區三角形也好 現在上來之後 都還是有些空間上 估計可以有機會挑戰2800點 A股做得好 昨晚美股也做得好 大家知道 其實特朗普星期二又說 不能談刺激方向 但是之後 昨晚突然又跑出來 撲出來 又說了一句 也有得談的 在談緊 市場又有一個憧憬 所以 美股那裏 都變得不錯 以這個道指為例 首次突破了9月16號高位 9月10號高位是2364.77 你當它是2365 445入了之後 昨天收到2425.5 即是站在其上來收 首日 首次站在其上來收 如果這裡當它是一個頭肩底的話 有機會已經是首日收在其上 昨天都跟大家說 這些頭肩底 如果它是靠著來收 就要連續三日 站在其上才確認 如果它是一棍彈上很大棍 大成交 比較明確的 你當然可以一天就確認 但是現在不是 所以還要再觀察 如果是頭肩底的話 杜子昨天都說過 可能會高過前浪頂 即是歷史高位 19199點多 即是29200 會高過的 大概到29500 甚至挑戰3萬關 好了 所以美國也是以科技股走勢為主 昨天升0.5%之後 你看得到 之前說過 10月1日首日升穿 前浪頂 即是頭肩底的頸線 9月10日高位 11299.5 即是11300 昨天都說過了 這裏11300 這一日首日 即是10月1日收在其上 之後都有兩天 就是10月5日和10月7日 都收在其上 不過 10月1日和10月5日 一收在其上就跌下來 即是未能站穩 但是今次10月7日 第一天收在其上 這一天收11364 10月8日第二天 收11420 連續兩天收在11300之上 如果今晚 它仍是收11300之上 就可以確認到 這是一個 即是頭肩底的反彈 雖然這個頭肩底不太標準 你看得到 左肩是比較深一點 亦都長一點 跟著底部 這個亦都是雙底的 腹式的頭 右肩 就比較淺一點 以及時間沒有那麼久 無論如何都好 雖然是變了總 變了形 但是都是一種 突破的跡象 如果今晚收在11300之上 大家要考慮 就是說 很可能 很可能 是美股的科技股 率先確認反彈 這樣的話 帶動其他地方的科技股 都會做得好些 內地的情況都跟得很貼 剛才看過 科創 深圳創業板指數 也升得比較大 升3.8% 正在追求納子的升幅 所以 現在有可能 都是科技股那裡 再帶領 港股 就是向上 如果說到科技股 不得不提 一定要提到 阿里巴巴 因為今天 它曾經 在香港的歷史新高 昨晚美股也創過 300美元升破過 今天 香港最高做293 很可惜 就是 一彈花一現 之前的高位 在9月2日的高位 就是292 今天高了1元 可惜彈花一現 收就收286.2元 為何站不到其上 就跟有傳聞 阿里巴巴 可能分兩部分來上市 就是原本就是 中、港一起上市 現在可能傳聞就是 咦? 可能內地上先 香港要押後 當然現在還未證實 而為何會是這樣 亦都有 講法 會不會是 跟美國搞 或者是 它有些 那些細節的東西 不想公開住 有關係 暫時的傳聞 大家先聽聽 不要一定作準 要看看公佈 再作決定 好了 這隻股怎麼看呢 其實現在上來前浪頂附近 大家都是駁什麼 螞蟻有得上市 因為其他那幾隻都未去到水平 駁螞蟻有得上市 其實現在去到前浪頂 292 293 今天這些位置 或者290之上 基本上我覺得都反映了差不多 它真的上到 這樣就衝上去300 現在有一點阻滯的話 大家可以用一個什麼呢 指贊位 如果你持有的話 就是用 不要跌得穿 10月6日低位277.4來收市 如果收在277.4之下 就是用277.4 如果你說 你不是的 我持有中線的 這些股 持有就持有 不用擔心 住了中線的 中長線沒有問題 如果你是中線的 繼續用9月25日低位 用255.4 收在旗下 就作為止賺止洩位 否則的話繼續持有 短線的 就是用277.4 如果你說 不是 我很擔心的 這幾天才買的 現在又去不到 又有傳聞 那怎樣 你先沽下去 無謂 心煩意亂 簡單 如果你很擔心 去到這些高位 那你先沽下去 無謂心煩意亂 清楚明白了 好 美團點評 今天 這個 都是上探 歷史高位的 上探 即是未升穿過 差一點 9月2日高位 是去到280元 那天又是高開低走 然後就有個回吐下來 今天就不是 今天就上高打得升 之前都是升的 今天都升 升升在高位 又是 如果你是短炒上來 就注意了 你擔心的話 去到這些邊的話 可以先沽下去走一轉 短線 只賺止洩位 這隻 就用回10月8日這個低位263 如果你看到 它收在263之下 短線都可以先走 不是握中長線的 就用回這個環行區底部 277.2 收在277之下 那就沽出了 只賺只洩都好 基本上 現在可能還是在一個 這個環行區之間那裡爭持 因為 這兩隻都是領頭的 暫時看到前浪頂好像有點阻力 你說美股那裡 可不可以帶動它上市呢 對美團我覺得機會大一點 對阿里巴巴 它本身要看它的新聞發酵成怎樣 究竟會還是不會分開來上市 如果繼續保持原狀 即是同期一起兩隻上市 我覺得衝上去機會大 如果它是要分開兩隻 即是香港 後上市的話 可能就會先有些回徒 另外一隻 小一點的科技股 大家可以注意 因為今天破了位 今天破了位的兩隻小一點的科技股 一隻就是268金碟 今天不是說金碟 而是雷蛇 雷蛇今天就創脈周身高 升7% 表現得挺強 你看到有兩個箭咀 第一個就是向下箭咀 前浪頂 它破了之後 原來是昨天後秋 為何昨天一下來 今天衝上去 原來有一個新聞 就是昨天又有回購 在1.81到過九有回購 公司回購 昨天最低就是過八 即是最高昨天就是過九 收市位就過九 即是昨天它可以說是 不斷買回上去 自己的公司買上去 即是過九 1.81到過九 估計是這樣 買回上去之後 以今市場 今天 所以見得到這些新聞一出 今天它一開 其實列口已經上升 一開已經194 傳入最低位 最高是去過213 收就204 即是比較高位 都會回落一點 因為只有回購 當然它還有其他新聞 之前就說 在新加坡和Visa合作 轉型有些 Fintech的味道 不是只做打機相關的業務 這樣的話 似乎有一個重新的 可以重新重新的 值得想想這件事 因為為什麼呢 譬如說 現在阿里巴巴分拆 螞蟻金服上市 或者綠金鎖去美國上市 這全部都是Fintech相關的業務 現在市場對這些是比較樂觀 所以如果它真的滲透了這些業務進去的話 市場的觀感 股值都會有機會提高 所以如果它星期一 可以有機會兩元或以下 可以考慮一下小駐 由於它都是細價股 所以大家就不要這麼大駐 細駐試一下 當然如果它真的去才會再加碼未遲 整體而言 由於中美 其實兩地都是比較好的 現在的市況 港股今天輕微回吐 昨天也是這樣 昨天跌幾十點 今天也是跌幾十點 不是再說一次 不是見好唱好 這兩天都是跌 不過我都是比較樂觀 覺得市有機會 可能會擺脫231到241 這個區間有機會向上 時間關係 今天分析到這裡為止 多謝大家收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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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